再来看到宜兰五节乡公所 16日上午在主秘的带领之下 率领了16个社区发展协会 来到华联市民生社区来参访 那么华联市公所秘书 也代表市长魏嘉贤出席 欢迎五节乡各社区发展协会的干部成员 并表示透过社区营造等工作项目 进行交流共学 希望彼此间都能有丰硕成果 宜兰县五节乡公所 16日上午在主任秘书取知名的带队下 率领了16个社区发展协会 来到华联市民生社区参访 华联市公所秘书曾帆杰 也代表市长魏嘉贤出席 协同车楼客长萧直卫等人 与民生里里长吴明从 一同欢迎五节乡公所的参访人员 而双方在做完简单介绍后 也互相致政当地知名伴手礼 今天回程第三天我们来到了华联市民生社区 主要是我们带领16个社区的 理事长带领每个社区有四个干部 借着这三天的观摩来参访协席 能够使我们五节乡 每个社区都能够蓬勃发展 能够照顾我们的乡亲 其实在我们花莲市总共有29个社区发展协会当中 除了民生社区发展协会之外 我们的碧莹庄社区发展协会 民情社区发展协会 都是我们指标性的社区发展协会 对于109年度的社区评鉴 他们也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那近来有许多县市的社区发展协会 都来到我们花莲参访 那我们希望我们做出这么样的好的成绩 都能够让所有的全国的各地的乡亲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 都能够多多的来互动交流 近年来有不少县市都来到花莲市参访 而公所也希望五节乡各社区发展协会 在这次与花莲市民生社区发展协会的观摩当中 能够针对社区营造、社会福利 以及社区安全维护等工作项目进行深度交流 彼此获得丰硕成果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